妈妈我要拿玩具 好那你等着帮我去给你拿 嗯 你先别激动 我知道你女儿的死 对你打击很大 但是今天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你是个医医生啊 就把我的救助你走 救助你的狗 我让你让你给他回答 回答 你等着 我怎么说我给你把他 你等着 孩子没事吧 没事 没什么 五年了 你果真忍不住 我 希望 我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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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人 别着急啊 你别自己拖 多叫一会儿 来 我先拖 在帮你拖 你是谁 你别过来啊 怎么反抗 看来要劲不够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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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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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长眼 给我好好玩入场 陈奶奶的 我看谁坏老子好事 啊 啊莫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周韵 这个女人 我要了 莫总您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你敢跟我抢女人啊 马上回 您慢用您慢用 妈 什么叫 别嫂 妈妈 真是麻烦 你先想 我就不信 他吃了这药 还能脱身 就这个时间了周悦和张建成 你应该忙活长路 看看周悦和那个老男人睡得怎么样 几夜哥哥 你怎么跟周悦在一起啊 你怎么乱接别人电话啊 你就这么跟你的救命恩人说话 救命恩啊 你昨晚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昨晚的事只是个意外 这里有五百万 拿好 闭及你的嘴 莫总 你这是在羞辱我吗 你现在有能力保护好你自己 再说吧 妈 我一定会查清楚真相 让彭心集团 乌归原住 周悦那个贱人 竟敢勾引我慧慧夫 什么 他跟莫锦叶似 那张总那边岂不是没得手 爸 他都跑到莫锦叶床上去了 要是我跟他的婚事出了什么岔子 我的演艺生涯可全完了 就不能放过他 Minute 呦 快快跑快快跑快看我 啊 不错 还真是 你看 这钱不用还了 别碍事赶紧滚好了好了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個臭婊子活掉了 人呢他奶奶不要跑了我追 莫敬業 我知道你沒回歧的秘密 如果不想讓我賣個媒體 就快點來救我 哎 哎 給我砸哪個女人還能從我的床上逃走 莫敬業你要是再不來我就只能跳下去了 跑啊小美人 我看你往哪裡跑 啊我來了 這酒是吃法酒 怎麼還想跳下去 啊啊啊 莫敬業要是知道是不會放過你的 我 莫敬業 他在哪啊 上次啊是我走運 這次啊 可就沒有 住手 莫總 莫總 不是這樣的 你聽我解釋 我問 啊啊啊 周夢奇的什麼秘密 告訴我 不然 你就自己從這兒跳下去 我雖然知道周家的秘密 但證據不足 告訴莫敬業 太微笑了 我 我 為什麼能做人要害你啊 你到底知道些什麼 謝謝莫總今天救了我 沒有人要害我 是我自己一直打磨吧 你 周月你告訴我 我是看見周家的面子上我才救的你 如果以後你再拿周夢奇說事 行不行我對你不客氣 莫總還真是在乎我們周家的你 你都沒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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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哥 你也知道 我跟莫奇已經公開 可是我姐姐一直在狗一端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啊 孟七啊 你放心 敢抢你男人 我一定让他身败名裂 哥哥 你有这么好办 这位小姐 听说你抢了影后周梦七小姐的男朋友 请你回应一下 听说你跟周梦七小姐的未婚夫睡觉了是吗 无可奉光 你那座小三有什么信德感悟吗 你们再不走 我就要报警了 难找来这么多戒指的只有周梦七 都抢走了我爸妈的公司 还给我下药 看来 只能提前开启付出计划 事情查的怎么样 查清楚了 我看了监控 是孟七下的 这个美娜斯的女人 要不是他身上有我墨家想要的东西 他也配跟我结婚 你先出去吧 好 墨锦衣 我可是拿命不你会过来 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会来的 外面的人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干净了 四季已交给 马上去烟 莫总 周小姐是有一滴血糖和外伤才打着的修科 您不必太担心 没死就行了 幸好有你 差点就露线了 月月 这样太危险了 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目前业位高权重 只有他才能帮我找出差害我父母的证顺 别乱动 我听那个读越来越严重了 你要注意休息 师傅 麻烦你帮我加大药量 你要出院 对 一旦他们联姻成功 想和那会捧心起来 就更难了 非想个办法 姐姐 我和莫锦燕马上订婚了 你们那天晚上的事我不追究 但你以后休想再靠近他 不知羞耻 我 不知羞耻 跟你和你爸相比我差远了吧 姐姐你嫉妒我是明星啊 还是嫉妒我是彭仙集团的担言人呢 彭仙集团是我爸妈一手创立的 行了 这些话你们留着酒圈以下再说吧 我先走了 对了 明天你如果敢来闹事 我让你吃不了逗着走 我先走了 莫锦燕 你的孩子就快要出生了 你怎么忍心抛弃我吗 我忍你 你给我走开 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啊 我从 啊 啊 妹妹 陆金答应你离开墨井井 你为什么还要害我的孩子 可能 怎么可能 钱哥哥告诉你 你给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够了 我愿意放自己锁 没意 带我去 戏还没演过 莫总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捧心集团是我爸妈一手创立的 我也是周家人 让我进莫家 周梦青能给你的 我也一样能给你 想进莫家 好啊 我成全你 只要你能在这里 我想 莫总 梦奇的基因是唯一能救莫家的人 取消订婚这恐怕不妥 我自有安排 我一定会在莫家活下去 拿回我爸妈的捧心集团 你没事吧 不要过来 我大哥会生气的 管不了那么多 谢谢你 你救了我 客气了 我一说的事情 你替我保密 就是对我最好的答谢 你放心 好对了 我是孟简易的弟弟 孟简 我叫周月 过来 你弄疼我了 我警告过你 不准在家里乱走乱光 更不准和陌生人说话 那可是你弟弟怎么能算是陌生人呢 不听话 莫总你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你是让罪 要是再敢乱说话 我让你永远说不出话来 你们在干什么 杰哥哥 他怎么在这儿 周月 你居然都明目张胆的跑到我卫户夫家里来了 你能不能要点脸 我不要脸 是谁变卖了我爸妈的别墅 又是谁纠战雀场 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捧星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这些我失去的 依依 不会找 杰哥哥 你怎么能把这种疯女人留在家里呢 我累了 你先回去吧 停 以后没有我都允许 不准周月离开这个方言半步 是是是是 虽然敢囚禁我 莫锦衣 你不会以为这样 我就出不去了吧 玩意人多嘴杂 就提前结束了宴会 你必建议 没关系的茄哥哥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好 未脱挑一个 你喜欢的日子 重新给你搬一趟 嗯 木道 梁冰 居然主动离开墨家这个保护伞 终于有机会除掉你了 好好办事 钱少不了你们的 看到了吗 就他 哇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拿回捧心集团 为你和爸爸报仇 醒醒 你绑架我 这完美你的粉丝发现我 跟莫吉业对比粉丝算什么样 我可以留你条件 但你给我乖乖听话 离莫吉业远点 乖听话 是让我眼睁睁睁看着 你长走缘分属于我的保护伞集团了 姐姐 怎么能这么说呢 咱们都是一家人 大宝死了恐竟自然是我爸 我爸妈当初为保护伞打拼的时候 但我发生了 到时候 我怎样 我被她打了 昨天有吵了 你跟她打了 走 不群 太厉害了 快買了 别人 别人 我们都开了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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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人 别人 别人 你 够了 撤 一个都不能掉 你不是鼎烈吗 怎么不自己逃出去 要不是他 我怕不是已经 要不是墨锦液及时出现 你体内的毒又复发了 你要再这样不爱惜身体以后 就不要再找我治疗了 好了师傅 我知道错了你别念了 跟别的男人说话就这么多想 记忆上 还不走是想留下来吃饭吗 莫总我还有事要忙 先走一步 我现在是不是对你越来越放纵了 居然敢在我的眼皮底下 跟别的男人眉了眼去 我告诉你 明天是地晶集团的晚宴 你给我好好老实待在家里 养着对你 莫总我也想去参加你们公司的晚宴 你那资格不够 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我也是周家的人 凭什么 周梦青能去我不行 我告诉你 待在我身边的只可以是他 你不要动不该有的心思 那 好 我不会再求你办任何事 莫锦艳这个小气鬼 不就是个晚宴吗 我还不稀罕 周小姐 你怎么出来了 你的身体不能吹风的 我这病反正也一步好了 还不如怎么随心走来 我能治 死话当真 当真 我家早已学变名义 不管周小姐是否能治好 只要我沉闻心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我可不是白智的 既然你是莫家二少爷 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 今天是地晶集团三十周年的庆典 同时 也是 我跟周梦奇小姐 订婚日子 周梦奇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 怪不得墨锦艳必须我来 我愿意 原来是想今天度婚 周玉 怎么是你啊 放开我 放开我 周玉 你真是一魂不散 竟然敢跑来破坏我的订婚宴 妹妹 你想多了吧 这可是莫总给你准备的惊喜 连你都不知道 我又怎么能为不先知 你还敢狡辩 就凭你这种事也敢基于莫锦艳 我告诉你 莫锦艳和捧山街团都是我周梦奇一个人的 事可而迟 周玉 出去 过来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不准你去厌惑 你是不是以为我什么都不敢对你做 这个世界上还有莫总不敢做的事情 忘记被打的人明明是我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向你周梦奇 他是莫家的卫户鸡 你们不就是想让宏兴集团吗 宏兴集团本来就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以我的能力 我比他更适合做你的妻子 我们叉叉叉双手不好吗 告诉你 无论周梦奇是什么样的人 也是年龄一般只能是他 给不了 有什么样的人 遗憾 你永远 你没有不论 可不论 不论 你ned 我更是想怎么回事 你快去其他人 你也得玩呗 哪有那么容易 我已经派人把他 我该不该把证据交给小姐 不是我 你给我 我没有什么都没有 没什么 我该不该把证据交给小姐 小姐你有血了 没事酒精纱布 就这 小姐这是当年周佛国对待老爷的车动手脚的视频 我当年觉得可疑就拍了下来 没想到后来老爷跟夫人就对不起 小姐 我对不起 其实我应该早点拿出来 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 我会遵守约定送你出国的 师傅 我们走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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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 杀手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既然解决了 为什么 周小姐 这个女生真是越法越大胆 既然跟在边人的男人家过夜 莫总 这是吃醋了吧 嘿嘿嘿嘿 周家的公司 本該就屬於我的 既然大哥你不願不願給我 別怪我不講兄弟情分 我現在就讓他死 他該下地獄 去給我洗澡 好 報酬的方法有千萬種 千萬別把自己收進去 不能太便宜了 他明天要去醫院檢查身體 我看 太平腔 才最適合的 我馬上給電話 嗯 哦 啊 啊 怎麼是你啊 當然是來送您上路的 叔叔好好享受吧 大姐女 我求求你 你這樣好不好 放手以馬拉下去女兒啊 當初你傷害我問的時候 怎麼能搞得過他我干上啊 听说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阻碍我花手 你就是我的仇人 你这是在找死 知道吗 我周悦这辈子 就是为了复仇而活 别让我恨你 你能不能问你 静一点 冷静 我又不像莫总宁一样 被高沉重 像你这样的人 永远都立下不了 不回家 不回家 不可能 你这是要去哪儿 既然莫总不能帮我报仇 我也没有必要在莫家里 在这种事情 告诉我 是不是你绑架了周悦 不希望 你家的林主任书上 散乱信息 简约哥哥 人家就是不想跟你分开吗 我告诉你 莫家的女主任 只会是你 让你点 月月 这是你喜欢喝的茶 你要去哪儿 谢谢 以后有空 让我下搜课吧 你说的事我们可以聊聊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只要你愿意来 等多久都愿意 不错 不愧是周董的女儿 东叔 咱们闲话少说 你也知道我今天叫你来的目的 您的答案是 周佛国现在是公司的董事 我冒这么大的险帮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手上有周佛国的犯罪视频 我也可以自己去扳倒他 可这样一来 有关部门就会撤查董事会的所有人 而您通过公司拿的回客 那你就不怕 我和他一起对付你 选我 您可以全身而退 把我逼急了 我可就不知道 行 我也不是喜欢麻烦事的人 希望你说多做多 这是周佛国做讲证的记录 您放心 事成之后 还需要您帮我重整补心 记录 我说闺女 你什么时候能利用莫总 给我们家撩点东西啊 哎 这周月现在铁了心的摇紧我呀 怕什么呀 现在莫家都以为只有我 才能给他们家养许相伙 所以呀 我迟早会进莫家的门 没有人会回这个 把东西交出来 我就让他们对你温柔一点 周末齐 你信不信 我把你这个样子拍到网上 让你的粉丝好好看看你真面目 有本事你就发呀 看看我的粉丝信我 还是信你哦 给我把他扒干净 把东西找出来 你以为东西现在还在我手上吗 现在该已经到警察局了吗 终于 找死 警察局 你在干什么 警警哥哥 姐姐他录了假视频 想在网上曝光我 我不想让我的粉丝能够 这件事我会杀清楚 我告诉你 我们莫家不会去杀人犯 坐 莫总 我们顾男管女公处一室 这不合适吧 我救了你 你不应该报答我 莫总 你是有未婚妻的人 请自重 你别以为 有我弟弟帮你 就搞证明了 我告诉你 不要让他均入世界 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我 我真是搞不懂你啊 你又不喜欢我 为什么三番五次俩就我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告诉你 你可以动作风 但是 我可以不忠忘记 好呀 只要莫总能帮我夺回 弘青集团 我保证不回家就不回名气 为你能保护好自己 再来跟我谈条件吧 爸 机票已经给你买好了 你快点走吧 好 你去啊 把签子 好 来不及了 周董 因为税务问题被查 他的股权李英辉还给我 各位董事你们意见如何呢 你们该不会忘了 这个公司是我爸妈一手装给的 不然 不然 我们举手表决吧 同意周围 担任董事长的 请举手 你看 不讨计划 我才应该是公司的董事长 你利用我 你们要开会吧 公司以外的 公司以外的 是你 林强东 你给我等着 迟早有一天 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海해� WA 杀害你 爸妈凶手是林强东 我有证据 你会有那么好心 说吧 什么条件 帮我和墨锦夜 把山魔米煮成手铅 好 莫总 感谢你这几次的救命之恩 之前是我都要冒犯 还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今天这么乖巧 不会是鸿门宴吧 你不会因为没有拿回捧兄集团 又想利用 怎么会呢 我是真心实意想跟您道歉的 就还差不多 我料你 你来吧 你在干嘛呀给我撒开 木槿叶的事我帮你办到了 希望你不要忘了你答应我 行了行了知道了赶紧走 我 亲眼哥哥你就让我帮帮你吧 怎么是你 亲眼哥哥 你就让我帮帮你吧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怎么出来了 你怎么出来了 这事没成你得继续帮我 哎 这么急 我锦衣这个混蛋 昨天一晚上搞得我都快散架了 月月来 我锦衣这个混蛋 昨天晚上搞得我都快散架了 好香啊 没想到 昨晚撮合墨锦叶和周孟齐不成 反倒 就算没有你 他们两个也会结婚的 你就不要白忙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周孟齐的基因 才能够让墨家 用你健康的孩子 他的基因 有什么不同的吗 知道台东 对你没有好处 周孟 你哪个婚礼家 把基因哥哥的活都够走了 我倒要看看 你的基因有什么特别之处 师傅 这庄孟齐的基因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为什么只有他才能和墨锦叶 身处前看来 我们需要再查一次墨锦叶的血 才能够下定论 不过 想要拿到他的血 不太容易 师傅 作为一名医生 难道你就不好奇了 听话 听话 你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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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让你再受到伤害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今天的毒幼加重 好 你查了种种情血 你监视我 说 你接近往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早就说过了是为了捧心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没有我的认识 你不可以离开梦下 你这是非法求求 我可以告你 我让你告 放开我 放开我 姐姐哥哥 我给你买了套信息装 让你快试试 放了吧 对了天一 你带梦齐去试下礼服 礼服 上次的婚线不圆吗 再不办一次 今天墨姐一和周末琪订婚 不行 我必须得去 万一周末琪不帮我了怎么办 哥 两个周小姐 你到底喜欢谁 你怎么又出来了 你这么大 注意身体 周月是个好女孩 哥 希望你不要让她伤心 我自有安排 你呀 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不用替我操心 姐哥哥 梦晴 等一等 妹妹 你终于要和墨总订婚了 真为你感到开心呢 不过 你是不是 忘了答应我的事了 如果你不宣传的话 我很难保证 不会有人在你的订婚宴上导婚 你敢 你妈的义务全在这里了 拿来就快走 这就是你答应给我的所有证据 对 你不会再出现了吧 只要你不找麻烦 就不会了 梦琪 姐哥哥 沐总 不好意思 打扰了您未婚期的时间 祝你幸福 你到底是想让我走 还是留 姐哥哥 默总 周小姐的毒又复发了 月月 你毒性就发走了 我没事 安心去吧 我会好好照顾彭星集团的 师父 送我去警察局 我要举报林强东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把周园母亲死前的录像给他了 把这件事透露给林强东 好 呦 林总 还喝呢 不过也是啊 再不喝 我恐怕以后也没机会了 你什么意思啊 原来你还不知道啊 周园已经拿着你杀人的录像去了警局了 周园简直嫌自己命太长了 克里尔遭不住了 林强东 他的消息来得也太快了 事实我走了结了 不行 玉玉 太危险了 这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玉玉 十年以前我就做好了陪你面对一切的准备 那你就更不能跟我一起冒险了 这样 你开车先走 我去拖住他 保护好证据 你拖不住我 放弃吧 这么多年了 彭星集团没有我是不行的 况且 你也不懂管理公司啊 我还有机会去 和你呢 没机会了 你怎么跟你死去的父母一样这么不听人劝呢 在我还没有起杀心之前把东西叫出来 马总 走交接有危险 你快来快来 好我马上到 哎 建言哥哥 你会马上开始了 母亲 电话说 后来可能要取消了 对不起 啊啊啊啊 哎 哎 哎 大哥对周悦 真赏心 周悦 你给我等着 收手吧 我已经报警了 你 什么枕构啊 这我都死你 田一 带他去公安局 好 你 你不是在跟我妹妹订婚了 怎么会来救我 小废话 嗯 帽子 你不是在举办订婚宴吗 怎么会突然来救我 你这样做 到时候周梦奇又会全挂在我头上 你还有力气说话呢 莫锦业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莫总还是帮我离开吧 莫锦业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爱情 我这种人 也配有爱情 莫总 这是彭庆集团的股权 莫总 您喜欢周悦啊 为什么要和周梦奇订婚 我不能联络他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你要相信奇迹 你不能牺牺牲你自己的幸福啊 有些事都不起 您一旦跟他订婚 周悦就不可能再在墨家了 你去帮我做件事 以后我就是彭庆集团的董事长了 还请各位多帮汉 不好意思各位我来吧 莫锦业你来干什么 这是我们周家的公司 我收购了彭庆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按常理来说 我才是独人 这怎么可能 难道你们把股份都卖给他了 莫锦业 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跟我回墨家 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彭庆自然就是你的 那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你就永远别想拿回帮行 金言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了 我怕再往后言 不立于我生孩子 别在叫我做事吗 没有没有 金言哥哥 我怎么敢呢 我是明星 伤孩子太晚 身体恢复的会太慢的 而且你不是也不希望我在家当全职太太吗 这件事我自有安排 倒是你 给我安分一点 不要老在背后跟周岳搞什么小动作 你是在替周岳打拨不平吗 你不是最讨厌他了吗 我告诉你 你只需要听我的话 没什么事 就回吧 周岳 周岳 你真是爱事 只要能除掉周岳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你就不怕莫几云发现 跑遍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目前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你这么活得出去 说实话 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是谁 你究竟跟莫家有什么恩语 别问太多 好奇害死吗 周总 不好了 我们的代言被周梦琪抢了 什么 这款护肤品 之前一直是我们公司小辈代言的 前两天合约刚到期 这政坛续约呢 谁知道半个突然杀出一个周梦琪 周梦琪之前从来不代言护肤品 这次应该是冲给我来的 这是低精极端的产品 对 所以这个代言我们绝对不能丢 走 去低精极端 呀 来了 我要是你啊 就不会来这一趟 你一个三四线的小艺人 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个超义线之呢 现在下定论 是不是很太早了 或许在别的领域我不如 但是在娱乐圈 你不如 各位 莫总还有个会 没时间大家请回吧 周总 明天就要签约了 今天必须见到莫总 我看你们还是省什么 今天真的没有办法见到莫总吗 不清楚 我不会告诉你莫总会在十一点回家 你可以在那去堵他 什么都不知道 进来 进来 想回来了 莫总 给我个机会 推迟你和周梦齐签合同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要自己拿到这个代言 原来你回到莫家 就是为了谈公事 这是我接手公司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 我必须自己解决 啊 24小时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谢谢莫总 莫总 莫总也只答应给我们一天的时间 抓紧时间做方案吧 可是 小辈的咖啡确实不如中梦齐 我们应该从哪里找突破口 在原有代言的物料基础上 我们再加一条 直播带货 增加产品的销售区道 可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就不划算了 只有小辈拿下这个代言 我才能带他进地金集团投资的心心 地金一向只用合作过的演员 周总 我不拍累 我想拍戏 好 只要你有这个决心 我就一定能捧活你 好了 开始做方案吧 莫总 这是我们公司新出的方案 小辈 小辈的知名度可不比周梦齐高呀 我没有必要冒着有风险 周梦齐不愿意做直播带货 他的粉丝消费力度 也不如我们家小辈的 说下去 小辈正在上升旗 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而周梦齐这两年 遇到了贫瀉 所以他的性价比 是不如小辈的 这个合同你签了 就不发配钱吗 所以我想为小辈争取一个角色 胃口不小啊 不过我向来不干涉我下属 做的决定 我只需要莫总 给小辈一个试戏的机会 成交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今晚 在我房间 莫总 不好意思 今晚我要为您做新出的方案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我的手里 还有王星集团 记住孟齐小姐 在拿下地金集团代言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变故 其实这些我都习惯了 有人不想让我得到 那我也没有办法 难道是有人从中作梗 是啊 没想到我最亲近的人去 算了 这种又肮脏手段就能得到的东西 我也不行 孟齐小姐不愧是顶皮 大动 周总 你看周孟齐的粉丝 都把你骂成什么样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啊 一些脏水而已 光姐代言在我们手上 招什么急呀 周总 对不起 都是我连累了你 说什么呢 你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宝贝 这样 你去买个热搜 放心 这个我最擅长了 题目就写 孟心集团压榨新进小花 记得放上小贝 晚上工作时候辛苦食品 这白送的热度 不要白饼 天哪 周月果然是魔鬼 心疼小贝 抱走小贝 为小贝宝贝打口 要为小贝花钱 好你个周月 居然敢蹭我的热度 气死我了 你有功夫在这上鞋 还不如赶紧哄不进 小心 还被你捡去强法 无论如何 墨鸡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小贝老师 您喝水 哦 谢谢啊 小贝 看得怎么样了 周总 我刚才想了 这场戏如果说 不舒服吗 中毒了 一定是中邦旗下的手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啊 真是卑鄙 周总 多怪我不好 在这个结果眼神病倒 不怪你 这几天的拍摄先延期 你好好养病 不行啊 他们马上要发布新品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延期 会赔很多美月金的 你好好休息 我去解决 周总 听我玩下药这种把戏 这么多年了 你还没玩腻吗 看样子我的方法要奏效了 这下我看你怎么收场 快把解药交出来 秦燕哥哥 写着他无缘无故就打我 你可得为我做主 承越 你就这么沉默出气吗 只要莫总能管好周孟齐的手 我自然能管好我自己的手 秦燕哥哥 要想成为了我的妻子 你就得听我们话 忽然 随时都会遇到妻子 你先照顾好小辈 其他事情不用你操心 什么 当然第一件事 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还不是因为莫总的未婚妻 真是好手的 因为一杯水 就能让我的艺人卧床不起 谁要是惹你 你就去装神 不如这样 你推迟几天上心 让我的艺人多休息几天 如何 如果什么事都推迟的话 遇见集团 早就完蛋了 不能通融通融 如果不能暗期拍摄 你将会收到一份解约盒 喂师傅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为了这个 就让小辈子两天一天活蹦乱跳 谢谢师傅 你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大难题 你呀 对自己有对别人一半伤心就好了 这都是工作 师傅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对了 你要尽快拿到莫锦业的学业样子 我怀疑他有问题 好 找个机会 我去偷电视 周总 小辈子 小辈昏倒了 什么 小辈的拍摄我不是叫停了吗 怎么会这样 小辈说不想辜负你对他的期望 想帮你渡过难关 所以强忍着拍完了 这个傻瓜 月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 是啊 并肩作战的感觉真好 周月的眼光 不错 比小辈安排一个处在的角色 你还挺关心周小姐的吧 我发现你现在的话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他什么时候 季医生在送他回来的路上 季丰泽 在这儿 季丰泽是周小姐的师傅 再教他针灸 他居然认识你了 莫总又吃醋了吧 师傅你快回去吧 不然一会儿让莫姐爷那个醋坛子发现了 我又要倒霉了 真希望能早点带你离开这里 师傅你别忘了 他手里还有彭新的股份 我一定要拿回来 万事小心 周月 你是不是越来越不拿我当回事了 你不应该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季医生只是送我回来而已 季医生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关系 你调查我 就算你知道季医生是我的师傅 那又怎么样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只是朋友 你拿他当朋友 他拿你当朋友吗 为什么要把每个人都想得这么龌龊呀 再说了我凭什么跟你解释 季医生 从今天开始 十点以后不准出门 莫总这是把我当饭人呀 我们什么关系 我在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你把我当什么 招之起来挥之急去的玩具 文千 莫锦衣 一直都这么粗暴吗 大哥以前是个很温柔的人 自从生病之后 就心情大变 动物就发脾气 生病 不要这么 大哥不喜欢别人大变 谢谢 又出来吹风了 小心着凉 过来 吃饭了 哥 月月好像真的生气了 她说 不吃鸡来吃食 要绝食 不吃就饿着 这个大女主席 我一定要抢到手 喂 周月和木槿叶在愣着 你的机会来了 前燕哥哥 你帮我看看这个剧本吧 我不确定要不要接 帮我拿个厨艺 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人家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你不会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吧 你对我已经没有感情了是吗 还是因为周月那个贱人 你一清别练了 滚 滚 莫老 周月的病又复发了 你快去看看 什么最强男人莫总 还不是伤了我的狗 快吃了药 你就好 莫锦叶 我必须要知道你的秘密 我离开 这容易引起莫锦叶的误会 啊 啊 啊 十三 七 可惜 我都不缺中间 啊 师傅到手了 莫洁也没发现吧 我这么聪明他当然不会发现 这里你的读案有得解了 一大研究所的礼品上太有名字了 不过他这个人比较故障 坏人把接见 你把地址给我我自己去找 好 雷医生求求您救救我把我解毒 你的毒我没办法解 不不不 您一定有办法 这样吧 您看个价多少钱我都给您 有几个钱了不起吗 除了莫家人其他的人我一概不知 不认识 叫什么呀 你就伤害我们琪琪的那个坏女人 今天我们就要给琪琪报仇 我要替琪琪出击 看下你们是学生的名字 快活 我叫暴击 吓死我了 我告诉你我们可不怕你 今天我们就要给琪琪出击 碰壁啊我们可不怕 这不好情绪一激动都复发了 哎呀 走快走快走 怎么每次我见你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把自己搞得这么朗币 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来的 你什么时候到 黎医生已经到了我现在去接 哥 月月怎么样了 月月已经到了 应该是病情假中 有人让黎叔看看 你要不先去休息吧哥 我帮你照顾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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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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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着你帮我找她 我行 好 我IF qul 好 好 我 那你怎么不肯给你 他 那我蓝雪无几 他怎么很会帮我 原来我在你心中 就是这样 林医生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莫总了 林医生 周小姐拜托你了 莫锦叶居然 居然是莫总发话 自然没问题 你觉得我这个人 怎么样 也还好啊 除了霸道冷了事多小心点记仇以外 其他都行 啊不过啊 你也有很多优点 比如 那个啊 还有 周月他为什么还不信任我 非要找文谦帮他请医生 我觉得周月小姐吧 他可能是怕麻烦你 还有莫总 你是不是喜欢上周月的 不承认你 他体内的毒已经十年了 一直有药物在抗 要想治愈 有点困难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把他治好 无论付出什么 我都愿意 从来没见过你对哪个女人这么伤心呢 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莫总 你父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你娶自己喜欢的女人 幸福平稳的度过一生 而不是现在这个样 我肩负着莫家的责任 不乱想 罢了罢了 我说的也是白负 他的病能症 你回去研究研究 查清楚周月为什么做 是 怎么醒了 我一定是看错了 他怎么可能用那么温柔的眼神看我 你别起来 好好躺着休息 我我没事 你看我还能活动 不可以 平均 嗯 我还能活动 周总 出事了 什么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跟我抢东西 好 看 这条不错 该一条 导演 我觉得我这条情绪不是很好 要不我们再来一遍吧 可是我那个不会耽误大家进度的 一会我请大家喝咖啡好不好 啊 小北 坚持一下 我们再来一条 请大家 你是拍戏还是打人啊 这叫敬意你懂不懂 这点苦都吃不了干脆转上算了 同眼 刚刚拍的不能用吗 能 那就下一场吧 好 下一场 姐哥哥你终于来探我的班了 如果要做白天花 就继续抓下去 如果做不符合人事的事 导演 不要让任何人耽误你拍摄 好嘞 别紧张喝点水 谢谢 坐坐 妹妹 该不会是没有人给你送水喝 生气了 好 小心 摩擎 摩擎 你没事就好 救护车快点救护车 周远你个扫子 要不是因为你 杰哥哥能躺在这里吗 还不是拜你所赐 那个灯就是你弄坏的吧 你你胡说八道什么 让季老师都跟我说了 树又怎么样 周梦西 总有一天我会收拾你 让你做过我以前做的事情 千万百万的送上回来 你试试 够了 你们在吵什么 杰哥哥 我是你的未婚妻 就让我留下来照顾你吧 站住 我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 你不应该留下照顾我们 这不有人了吗 你招下照顾我就行了 行 哥哥哥 先出去 先出去 我饿了 吃吧 我饿了 这也差不多 老大 周月小姐没得照顾你 我看你 是不是想去非洲出趟差啊 不不不 没没 那个 我不想 我让你查周月 中毒是查的怎么样 周月父母死亡后 周梦西和周伯国想要捧星集团 于是给周月下毒 但是周月没死 从此留下了病根 这个周梦西啊 这个周梦西啊 你的应该还真的是出不过所有 那和周梦西的浑事要不要推迟 推迟 周梦西是一套治疗方案 但是过程会有些痛苦 黎医生 您尽管治 再痛苦也没有毒发的时候痛苦 不愧是莫总看着的人 他就没有治疗方案 他犯了 然后呢 再对我 我没见到 就受办法啊 喂 对我 我觉得 他 了 我 我 我 你让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才这样 我可不要进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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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没吃了你 你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今天你俩谁都别想跑 周总 警察马上就到 你要是不想坐牢的话 就立马给我滚 妈子 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子刚从局里出来 就是因为你 你别过来 我男人可是莫锦衣 你要是敢动我一下 他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出来 你男人 吓唬谁呢 谁不知道 莫锦衣 娶的是周梦琪 你 只不过是他的毛骨罢了 不如 大家一起玩玩 你快走 你是一人明神的中原 快走 前面全身啊 啊 原来 你是想跟我单独 就不要动啊 啊 我小心 周月周月 天忆 给我废了他 好 啊 不要啊莫总莫总 莫总不用 你看我们俩这样轮流受伤的样子 像不像男兄男弟 什么话 怎么也应该算上 患难夫妻吧 莫总以后这样的话 还是不要说了 我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了 其实我 周总 周总 对不起 我又害你受伤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是我的人 我当然要保护你了 我可能要辜负你的期望了 我不想再演戏了 我觉得我是害人精 这个 是我所有的集训 也不知道够不够赔你的解约费 现在正是你的事业上升期 你这是在胡闹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这种事情很多见 下次让他给你多顾几个保镖就行了 真的吗 可是我不想再害你受伤了 安心工作 这些都是小事 周总 我要解约 这是合同你看一下 为什么 刚刚有人在网上曝光了一组小辈 跟一个老男人在酒吧的亲密账 这这个是假的 我昨天根本就没有 我没有 如果我能把他证明清白呢 给你三天时间 周总 我 吴金姐 去帮我调查一下 酒吧当晚的监控一下 好 没事 走吧 狗哥 小辈的新闻是你放的呀 谁让那小辈 抢你代言 一个不入流的小演员 也敢欺负你 还是狗哥对我最好了 嗯 无以为报 这个就当做给你的感谢吧 那 我就不客气了 以后有事 狗哥还给你撑腰 好 蛤 垃圾 竟然跑来我这儿抢着 喂 帮我把酒吧的监控是 WHO 上路 喂晚了一步 酒吧的监控都被人删除了 完了 小北 那个周总你看 酒吧的监控视频被人放到了网上 大家都在说你是一个好老板 嘿嘿他倒是他 你看 别说我已经压见了 周总可以捡捡点压力 别跟他说是我做的 我觉得莫松啊 你是当代的活雷风啊就特别棒 最近缅甸有个项目 你是不是想跟进一下 没没我我不想去 莫锦衣 谢谢你又帮了我 你身体不好你跑了吗 我没帮你 这个给你 我 别让别人看见了就剩这一份了 谢了 你是跟我们家小贝演CP那个吧 是啊 不过像您这样的大老板还亲自陪一人演戏啊 真是令人敬佩 谢了 你们男演员都这么会说话吗 那得分人 对你啊 我不吝嗦夸奖 谢谢我自己来 你看那边是不是 紫乔拍你了 到底要好看 晚上一起去吃饭 有时间一定去 那你 莫大 莫大 不好了 这回院小姐要被别的男人抢跑了 胡说什么 你看 嗯 去去挖 约组 你 莫总怎么还举足了 你忘了 你都什么都问问气故事他人 才欺负他在正场子的吧 今天哥哥你来看我班了 周月呢 哦你说姐姐啊 在那边跟男演员谈情说爱呢 这个不省心的女人 我给你变个魔术 你看什么都没有吧 你怎么变出来的好厉害呀 宋妮你想学我教你啊 搞这么多花活 这就是你们演员的职业素养 莫总 你真会破坏气氛 周总 我先回去看剧本了 改天再教你啊 呀 你又去哪啊 去厕所 我快吃 莫总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躲起来吃 难道你想每天见到一个硬清不定的老板 嗯 是 哎莫总 你跟莫总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周月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吗 你是不是喜欢她 与你无关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不听话 永津集团的股份 就别想要了 你无耻 谈了你 我二位的女人你也不嫌弃 可惜了 我就算扔了也不会便宜别人 她不是物品是人 况且莫总 您有未婚妻 凭什么阻止别人追求她 追求 你也配 放开我 你是不是喜欢她 莫总自己脚踏两只穿 还好意思指责别人 我告诉你 不要再试探我的底线 你喜欢我姐姐 是又怎么样 别对我这么大敌意嘛 我姐姐呢 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 你要是喜欢她的话 就主动一点 她最喜欢花了 是吗 我可听说你们两个不合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告诉我这些 我跟我姐姐关系很好的 你别去听网上那些都是假的 你当下带我去哪啊 马上你就知道了 你 你 你这是 周月 做我女朋友吧 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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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莫总 每个人都有恋爱自由的权利 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占有欲 就是爱到其他人的 只要你能答应她 给她更好的生活 我就放弃 不然的话 请你出去 除了 你要不能配搭 呢 对 我 好了 我 对 就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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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我 原来 是的 你只能跟有特殊基因的人結婚 才能生出健康的孩子 傳承莫家的血脈 可是我只想要他 朱玉啊 我要是你啊 被莫總當著這麼多人的名拒絕 我早沒臉在這組帶了是嗎 那我要是告訴大家 莫總其實根本就不愛你 你和他的婚約只是有名無實呢 你 朱孟琪 你最好給我安分一點 要不是因為你跟莫總有婚約 有莫家的庇佑 你早就被我送去跟監獄了 周悅 就是你啊 整天跟孟琪的作對砸我們飯碗 想幹什麼 當然是教育的 我還要教訓你啊 主啊你是我剛剛趕著自己啊 你開手啊 周悅 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照顧好自己 你又不愛我 為什麼總是要幫我 我根本不想你對我這麼好 其實愛的就是你 喂 氣死我了 周悅和莫總也又在一起了 怎麼辦呀 繼續長得莫總也 找個機會 是用一種重生犯 好 那你和周悶奇的婚禮怎麼辦 取消 那你之前為什麼能要那樣對我 因為周悶奇有特殊的基因 只有我們在一起 才能生出健康的孩子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 我們會沒有孩子 我不想連累你 我有你就夠了 對不起 我聽說害姐姐受傷的是我的粉絲 我是專門來給姐姐道歉的 莫總 好 既然你選擇了姐姐 我退出 祝你們兩個幸福 好 悠悠 沒收錢 跟我鬥 跟我鬥 然後 你就屬於我了 墨錦奕 墨錦奕 你快醒醒 墨錦奕 墨錦奕 你怎麼樣了 我怎麼會在這 墨錦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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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扔出去 墨錦奕 頤錦奕 你明明是 姐姐姐這 那你的身体万一能治呢 这是 我就你这杯茶祝福你们 月月哦不 嫂子我哥他脾气不好 以后你叫多丹带了 他敢 都听你的 喂 好 我现在马上过来 师傅叫我过去商量一下我的病情 我陪你去 你忘了 你以后还要去找李叔呢 好吧 师傅 莫几页的血液样本 能检查出问题了吗 莫减页的经验们确实有些缺陷 不过周梦琪和他并不互补 难道是周梦琪在说谎 这是治疗方案 只要周悦按照上面的办法治疗三天就不痊愈 谢谢李叔叔 我还是想劝一劝你 你娶了周梦琪那个女人真的不后悔 你说 其实 我已经跟周悦在一起了 真的 这才对嘛 放心 我一定治好你们 好 莫减页要给我退婚 怎么办啊 你不是有吴秀娟的电话吗 你可以找他吗 他应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生出不健康的后代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对莫家的事了解得一清而出 莫文钦 你跟他们有什么仇 为什么要拆散他们呀 这是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的目的 是一致 今天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我是为了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我莫减页 要向周悦订婚 周悦 我要娶你 让大家 做回见证 不行 我不同意 妈 您怎么来了 大家都散了吧 莫减页与周悦的订婚 作废 妈 我要娶周悦 喂 胡托 你娶了周悦 你们的孩子怎么办 你想他生下来就是个残疾吗 现在的医疗水平很发达 我们可以治好他 你治好了吗 文钦治好了吗 难道你还想通道覆辙 我绝不允许莫家的接班人是个残废 必须 必须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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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 坐到孟琪旁边 要记得谁是你的未婚妻 周小姐 听说啊 你现在是捧星集团的总裁 是的伯墨 把亲租宿送进监狱 抢亲妹妹的未婚夫 你还真是个狠人啊 孔心集团本就是周活活杀死我父母后藏总 至于我的亲妹妹 她在我的背后做了些什么 她自己心里应该更清楚 伶雅俐齿 难怪我儿子被你勾走了 要想当我墨家的儿媳妇 你还不够资格 您是指做生育机器这方面吗 那我好像确实还不如这梦气 还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 妹妹 我比较少 好 我走 妹妹 一人啊 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 哥哥我陪你喝呀 黎柯 住手 哪帮出来了断面鬼 我来要喝酒 怪你鸟四 滚开 你 云云快跑 我死了你 安诚 谢谢你 是我太弱了 没能保护好你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 你怎么会来 墨锦燕让你来的 是我看你一个人我才跟出来的 大哥他根本不在乎你 真正在乎你的人是我 跟我在一起吧 对不起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哎 对不起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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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晚上你怎么一个人 墨锦燕呢 不要再跟我提他了 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不打算和你结婚了 就因为他母亲 这么没有担当的人 不要也罢 师父会照顾你一辈子 怎么了 难道 难道是我体内的毒又加重了 可是李医生说我快痊愈了呀 怎么会 月月 可能不是毒素 而是 师父 你说吧 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月月 你可能怀孕了 什么 你再搞不定墨锦燕 你就出去吧 这是什么 周月怀孕了 墨锦燕 这不可能 二少爷 你得帮帮我 去找我墨锦 让他住 你 墨锦 我姐姐都换了几年哥哥的孩子 我还是退出吧 我不能让几年哥的孩子没有父亲 真的换了我的孩子 真是麻烦 小叶 你去 让他把孩子打掉 要多少钱都行 妈 你给我们一次机会 机会 你想要多少女人我不管 就是不能留下他肚子里的孽肿 妈 这事没得商量 赶紧去办 李宗 要不我们把孩子打掉吧 莫总的消息还真是灵通了 这么快就来了 不过孩子是我的 我不可能把他打掉 你难道要设一个残疾的孩子吗 这要会拖累你的 你凭什么替我的孩子做决定 周月 我也是孩子的父亲 就因为你是他的父亲 所以 你就可以剥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吗 够了 我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莫婧衣 我恨你 我恨你 只有你才会得罪 你又再一次又一次过 总是时间不悔 我天气都还不悔了 还是我不知 我这辈子都不可悔了 小疼我把他 不信我呀 就像我撇步手 心放下的他 时间怎么 到流产 手术我要我师父亲自走 其他人我没放心 别人 我亲一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莫先生 您先出去吧 我们要准备手术了 师父 日子你也会 妈 如你所愿 周月的孩子已经打掉了 我回公司了 这事你做的还算不错 以后 不要再见周月了 妈 我的手段你清楚 马上开始筹备于孟琪的婚礼 夜长梦多 省得有人 带着孩子来认妻 莫总来有何贵干 是想抛开我的肚子 看看我的孩子还在不在 周月 怎么能不能不要这样说 感谢莫总出钱帮我打台 真是我十辈子就能忘记 我得到您的赏资 我是没关心您的 陆简易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笑吗 你我已经一刀两分了 不知道 我知道我很可笑 但是你刚不完手术 能不能不要动气啊 孩子没了我也很难过 但是只要 我们不要孩子 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辈子 莫总 你都要去周末祠了 就别在这儿抬着了吧 那个是我母亲的命令 我的心里只有你的 难道你想让我做小三 做你被养在外面的亲父 求求你了 卓越 你可不可以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好 我答应你 我就知道你 我原谅我的 但愿你我这辈子永不再见 师父帮我收拾行李 我去记者 优玉 你还真是竹篮打水一场 你以为我会为一个破男人而伤心 现在的我已经拿回了捧心集团 只要让你身败容裂 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我告诉你 我马上就是莫家夫人 有了莫台 你能拿我走 咱们走着瞧 走 我收购放你走了 来人带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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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吧 抢我未婚夫 把送进监狱夺走虎星集团 今天质疑比比仗 我就跟你算清楚 要脸吗 虎星集团原本就是我爸妈一手 你爸 害死了我父母 他进监狱是应该的 不让你说 生气了 你跟你爸给我下毒 我抢你未婚夫又如何 你还真是没本事 连自己的未婚夫都看不住 我 莫锦燕他根本就不爱你啊 妹妹 你就给我吃 我看看私人怎么跟我吃住手 做个气在干什么 你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吓了他 我问你 我终于你到底选谁 我当然会选你啊 不行我选你 妈妈也会选你的对吗 我 哈哈哈哈 超越 听到了我 我亲爱的手 来 你亲 都是来 我们一天去白红纳粥 我回家 妈妈还等着我呢 莫锦燕 莫锦燕你个王八蛋 你不要生气了 我当初是为了救你 才选择周梦齐 真的 天忆跟记忆神 可以为我作证 好 那我这次就原谅你 你下次要是 还不选我的话 我就 你放心 绝对没有下次 也不会再有人 可以伤害他 你都是从哪儿学的 这些重码的话 当然是跟周月周老师 言传身教 那高高在上的莫总 还不是乖乖上钩 那是 你们俩的事 我不同意 伯母 应该不会还想着 你那位正在坐牢的儿媳妇吧 没有她 我还可以找一个 基因特殊的人 跟我儿子结婚 她绝对不是你 在你的眼中 她的幸福 就是由基因决定的吗 你完全不在乎 她的感受吗 你说的对 我只关心 墨家的香火 你要是把她 养在家里 我不管 她还一个 我就打一个 够了 妈 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孩子 孙悦 来陪我喝杯茶吧 温谦 让我再为你好意思买吧 你的咳嗽已经喊得差不多了 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活到百岁 这倒是你的功能 你要多保重 你要走了 和大哥说过了 这不关他的事 我要去保护一个 很重要的人 文谦 你怎么在这 我是来接你 你 你 莫婧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虽然你对我有恩 可我跟莫婧一不住 谁让你是他最爱的人 什么意思 要不要我说来听听 莫家有一种遗传病 所有的男性都无法长受 更无法孕育出健康的孩子 除非 找到一个特殊基因 可这个你绑架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没有特殊基因 那就是 怎么可能 不应该是周孟琪吗 那是因为我在背后 偷偷做的事不讲 我和周佛国联署 把你跟周孟琪的检验 报告了 不然你以为 是人家 怎么可能 你从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是妖可一会一样 我生死的困难 我生死的困难 所有人都可以帮健康的孩子 只有他不行 可是他是你的亲哥哥 这样做 这你有什么好处 难道 你先 让我替你生出健康的孩子吗 我别 从一开始 就和他同一种怪变 可我的母亲 因为他同名选择了先救我 而我却一直成为那个废子 说 该不该找个保守 哎 月月 我走了 不用找了 我走 黎晨来消息 说周月才是特殊基因 去找他 我怎么走 可是造成这一切的又不是莫锦业 他是无辜的 可他得到健康的身体 我就是让莫锦业实习爱人 让莫家绝后 喝了午的茶 还想走 这些评论破试我就说完了 我先走 好好休息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我不会是 自生自灭 王文切 你能讲求吗 我不会原谅你的 就这点药还想困住我 看来 这个鬼地方 我是一分钟我们能待了 这就是你做的计划书 对啊 刚做的 这是你个鬼东西 能干就干 不能干滚蛋 莫总我错了啊 我重新做策划你 小姐喝水 我什么时候喝过这种饮料 莫总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我告诉你 我们叔叔在哪儿见我 原来你们有钱人喜欢丑的 那早知道当初我就不嫁给我先生了 莫先生介不介意我带着儿子的嫁到你家呢 实力的女人 你报复我 我这是在给你治病 你最好闭嘴 不然的话 这会更疼 以后 每隔一天就得来一次 一次都不能耽误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你想怎么样 意思是我要天天追着你给你治病 五倍的价钱 从今天开始 我要你住到我莫家 原来一切都没变 变得只有我 莫家 我们的账 慢慢算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莫总 不用试探我 我不过是一个医生 做完我该做的一切 我自然会离开 二师姐 莫经约 难道你又找到适合基因的人了 我不打扰 这里的房间 也是面条的 你的名字是我 一身的温暖所遭 这间 那间不行 为什么 因为那间 你也有个主意 原来你以为我 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还有我的位置 那往那边 没习惯也敢释认 啊 周晓 造成你人生不幸的罪魁祸首 我一定会替你惩罚他 你跟周晓 到底是什么关系 谁看来的 说 谁看来的 不要说话 跟我走 谢谢 还有孩子 难道是你回来了 我还好还在 难道是你回来了 找死 我 莫文谦 你的罪行 终于可以照高天下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放开我 为什么你总是要和我站在这个里面 总是 难道你是月月 我不是她 但是我答应了她 我一定会替她报仇的 月月 我知道是你 你要离开我 莫先生 你再不放手的话 我就要告诉你骚扰了 好 我放手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可以对你放手 莫先生 我想你可能真的是认错人了 喂 想要你儿子平安 就带着东西过来 我现在就过来 我 过来 我再来 我再来 人员 跑过来 我一下 你说 我要是把她的东西 我怎么说 文谦 我求求你别做的啥事啊 莫文谦 你要是敢动人人一下 我让你下半辈子 生不如死 我最不怕的就是危险 我认不是为了报复莫吉 我早就结束我这条烂命 给我 给我 所以 你就联合钟孟静 我走了我的幸福 呵呵 终于找着你身子 周悟 你真还敢回来 这些 你最珍贵的东西 今天 我就让她公知状 怎么办 二十平 这 你看耍我 是 你 孟神 我起来 你给我闹我了 你去 咱们墨下做事敢做敢当 去自首吧 莫家人 你们什么时候把他当成过莫家人 是你的 获得了我健康的权利 一直都怎么行 谁被抛弃的那个是我 胡说 妈妈一直喜欢他 硬是有你 小的说这比有风险 所以不是你的试验品 他们才先知 只是你不知情对此耿耿于怀 结果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这不可能 文浅 是你不相信我们自己之间的进行 文叔 文浅 去自首吧 因为你做出的事情负责 文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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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 我该去的地方 文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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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 哭了就不好看了 月月 你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周月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 只想安安愣愣过日子 我知道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你 还要跟然然 也会把你脸上能变质好 不必了 月月已经嫁给我了 然然是我的儿子 爸爸 你终于来了 这里好吓人 不要怕 有爸爸在 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会被打走的 嗯 你嫁给他了 你不是不喜欢他了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碰到老公 对 牧师 猜我查到了什么 你是不是又想去非洲了 哎不是不是不是 我我直接说 有两个小型 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小的 你想听听哪个 啊 小的是呢 周小姐和姬逢泽根本没有结婚 大的 然然是您的儿子 你说什么 而且周小姐根本没做人流 以后他俩合计口险气你呢 周总 周总 终于回来了 既然是大明星了 要注意仪态 周总 快回来管理公司吧 我们需要你 好久不见 嗯 哎 我都知道了 来人是我的孩子 你想干什么 我想跟你跟然然一个家 我的脸性他这样 你不嫌弃呢 你在我心中 永远是最美的 月月 嫁给我吧 你不后悔 永不后悔 我们明年 就结婚 你的脸呢 我本来是想永远戴着面具的 但今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 我想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你 月月 谢谢你能原谅我 爸爸 爸爸 这样的结局 你满意吗 非常满意 你 那么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